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终于根据五毛猫博士的描述 找到了那个巫师布偶 这是一个人形的编织布偶 形似一个长有白色长胡须 穿着绿色长袍的人类男性形象 高度大约在三十二厘米左右 这就是一个普通的巫师布偶啊 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吗 老司机阵团上下打量也没有看出一个所以然 有些奇怪的问了五毛猫博士一句 倒是小黑猫先反应过来 指着这个巫师布偶对老司机侦探说道 我听说这个布偶可以带你在做梦的时候去到一个神奇的地方 是不是有这个意思 老司机侦探皱眉 有些不确定 所以说我下一个要去的地方是梦境 正是如此 现在小黑猫还信得过 你先在小黑猫这里睡一觉吧 五毛猫博士终于给出了下一个人事 老司机侦探把这些要求转述给了小黑猫 然后在小黑猫的带领下来到了杂货铺的仓库里 小黑猫有些不好意思 我这里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地方可以用来睡觉 只是仓库没有人打扰 而且还算比较干净吧 老司机侦探朝着小黑猫道信 然后找了一个干净的角落 把巫师布偶放在了自己的怀里 闭眼之前 老司机侦探看向小黑猫 安宁镇的事情也很感谢你 希望以后如果有机会的话 你能够来到我们的年代完 小黑猫朝着老司机侦探挥手告别 我会的 那么下次再见 接着 小黑猫退出仓库 老司机侦探也抱着巫师玩偶 闭上了眼睛 两个人都没有发现 老司机侦探的身体 随着他越来越沉的睡眠 渐渐变得透明了起来 最后在仓库里消失不见了 当老司机侦探醒过来的时候 发现他已经来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 出现在老司机侦探面前的 是一扇带有圆形把守的门 老司机侦探试图打开这扇门 然后发现 自己被带到了一片开阔的草地上 而在不远处 有一座十字塔 这个十字塔和老司机侦探回去 有什么关系 巫师不偶 究竟又有什么样的秘密呢 敬请期待下一期 老司机探案 为什么超人总是要穿紧身裤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上期答案 这不是飞向高空 而是坠下高楼的照片 旋转照片六十度 即可看出是下重 而且窗户一般是固定框和短玻璃在上 可移动的长玻璃在下 优优独播剧场上 优独播剧场上 优独播剧场上